刘雨昕 那个男孩提前出来了 你都没见过他 你怎么认出他来的 十四岁的话 就得去烧销所了 以你们家现在的经济状况 我真建议你放弃 可是这样不公平 我劝你小心点 定时炸弹太危险了 找那个男孩还在一天 就是说一天不为过去 要不是因为你 妈妈根本就不会出事 你有没有过 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感觉 感谢观看